王晓松 你好 欢迎欢迎 这个大理学院是在大理吗 对 在大理 风景很美的地方 学的泰语专业 对 为什么喜欢学泰语 一个首先是我 因为我高中复读了一年 然后第一年是因为 就填志愿 填了一个热门的专业 所以我想选一个比较冷门的 然后就选了泰语专业 有过两份跟泰语有关的工作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我是 有两次去泰国的机会 第一次是在大的时候去泰国 然后做汉语实习老师 八个月 这是一份实习工作 然后第二份是 我在泰国留学期间 然后有三个月的 在一个服装贸易公司实习 主要的工作 其实是有点像那种 销售助理的工作 因为学泰语 迷恋上了看泰语的广告 然后因为爱看他们的广告 所以想找一份 跟广告有关的工作 一是因为爱看 然后中间其实我也学习了很多 学了一些跟广告有关的知识 看了很多书这方面的 自学的 广告的 广告的 都看过哪些书 比如说像广告方面的 然后国内的 像广告原理 然后广告心理学 然后一个广告人的自白 然后文案发烧 广告答案这些 然后营销方面的 比如说像 最开始是 就些入门的嘛 像影响力 各种就是营销分类的 它有些系统的 像定位啊这些 好 你看了这么多书 哪一本对你印象最深 广告方面我觉得还是 一个广告人的自白 大卫要各位写的 对对对 你为什么那本书能打动你 首先我觉得 他里面主要观点 作为一个还没有从事广告人 广告行业的人来说 他以一个自传的形式 然后告诉我们广告行业是什么 他让我们非常期待 然后他其实 里面哪一点最能打动你 他对广告的一种态度 然后他告诉了我一种广告的意义 应该说是这里 你这个为了自己热爱的广告 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的 自己自学了一些东西 所以还是个有心人 好 看一看这个12个老板 哪个企业你肯定不去 富伦集团 六 胡佳勇 为什么灭他 我觉得就是富伦集团是一家 以叫做资本或者是销量 为导向的一家企业 其实我还是更想选 选拼向于市场或者说营销方面一点 是这一家 不管怎么样祝福你 谢谢你 余下的十一位老板考虑一下 是在广告的王晓松 请选择 谢谢 好 祝贺王晓松 这一家企业全部留灯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 听说你还为我们在座的一些企业 做了一些广告宣传词 对对对 是吗 来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大屏幕 首先我为优胜教育做了一个 就是一个slogan式的东西 叫做孩子的潜力 优胜的动力 它是来自于我以前看的一个 微博他以前用过的一个slogan 它叫做您的潜力 我们的动力 但我觉得把它改一下 然后放在优胜的身上特别好 第二个是通明珠宝 它现在的slogan叫做为下一代珍藏 其实我觉得把那个位置改成让字 其实更好一点 为下一代珍藏 我觉得没有那种煽动性 这个让字 让下一代珍藏 其实它珍藏的不只是一个珠宝 珍藏的是你上一代人 你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斯凯乐户外 其实我在这个上面花的时间最长 但是其实这个不是让我挺满意 我觉得斯凯乐户外 它和其他的户外品牌 其实不太一样 就其他的户外品牌 都是强调的是那种冒险啊 然后就特别极限的那种运动 但我觉得斯凯乐 他传递的是一种 我们现在叫做泛户外的一种概念 时尚户外 然后它是一种特别快乐 然后阳光的一种 给他做的叫做 全世界有超过五千种瓢虫 他们是飞行家 游泳健将 也是时尚达人 而当全世界只有一个你 飞翔 吹吹风 深呼吸 还要更美丽 又有什么不可以 我懂我喜爱 斯凯乐时尚户外 这个最好 最后改成斯凯乐 我懂我喜爱 斯可莱 斯凯乐户外 最好 有一个押韵的小伙子 还有吗 这个没有 还有吗 还有一个是我刚才才想到的 其实 那个企业叫做 一桃食 一桃食 一桃食它是做网上订仓嘛 比如说像我们职场中人 当我们中午要去吃饭的时候 可能你想吃这家的仓馆 然后他想吃那家的仓馆 大家就分开 然后没有在一起吃饭 就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跟他想了一句 就是斯罗根叫做 一桃食 然后让吃饭更有价值 就是说通过你的快捷 通过你的配餐 然后你所有的人可以在一起 在吃饭的时候 你一起享受在一起的时光 然后一起工作 这样 好不好 非常好 非常谢谢你 我们可能会采用 说把这些办法 给钱 谢谢 小伙子跟上个小伙子相比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小伙子的这种才华 这是自己着急想证明出来的 而上一个小伙子 他的那种才华 是在不经意当中流淌出来的 这个小伙子透露着聪明 机灵 但是呢 少了一点上一个小伙子 那种憨厚 比清新和可爱 那个小松啊 我还想跟你探讨一下 刚才那个 一个为下一代增长 和让下一代增长 其实你敢于提出这种质疑 或者改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要向你解释一下 因为为下一代增长 其实这个里面的背后 有一个隐含着你行动的一个过程 就你去买吧 你去做这件事情去吧 你做这件事情 其实不仅为你 还可以为下一代增长 如果你直接跨越到一个 让下一代增长 其实就没有买这个动作了 就是推动力上面 就会弱一些 我是这么想的 让下一代增长 它更突出了你 作为一个购买者 你的价值是在哪里 就说如果你只是为下一代增长 你是简单地把你所拥有的东西 传给你的下一代 但是让下一代增长 其实它增长的是 它体现了你的价值 你的重要性是什么 我是这样考虑的 其实不管怎么样 你有这样的思考都非常好 其实我想问一下 就是沈总也解释了 这个品牌的内涵 你刚才也讲了 这个你设计这个品牌 广告语的这个内涵 在场的观众 你们同意哪一个 同意沈总的 更喜欢为下一代增长的请举手 更喜欢让下一代增长的请举手 改词 谢谢 我举手了 年轻人 我觉得很有想法 就是跟我们想法不一样 小松你是学泰语的 是吧 对 我以为你是学广告的 他是自学 他自己读了很多很多书 确实是很用心 确实很用心 小松啊 我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话 实际上就是你的 我觉得是你的这个 刚才你提到的方向 甲方公司 就是我们市场部的话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 细分的方向 你可以考虑的 就比如说创意 策划 活动的执行 以及社会化媒体的营销 所以我想知道 在这几个方向的话 你感兴趣的是哪个方向 那你自己又觉得 你自己有哪些能力 擅长 能够好这些方向 就说我自己 因为我想做广告嘛 就最后我肯定的方向 还是想做创意策划方面的 但是就现在来说 其实我也知道 我自己的能力 可能还达不到一个 策划人员的标准 所以我还是想做那种 跟人接触多一点的工作 你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事情 然后我的能力的话 其实我以前也是 觉得我自己 可能想法挺多 然后执行力不行 但是我在泰国的那段时间 然后做了很多活动 然后在公司也在实习 然后就发现 其实我错了 其实我执行力还不错 然后就是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 就是做 基本的执行的一些东西 是没有问题的 大概情况就这个样子 我觉得各位老板 大家自己想一想 公司需要不需要 这样一个 有想法的年轻人 考虑一下 请选择 好 祝贺王晓松 还有六家企业刘登 我们来听听他们提供的 岗位和地点 OK 我们一桃石 问你提出的 给你准备的岗位是 营销策划 这个工资的话 现在不说 这次不说工作吧 工作地点在北京 对 这次只有最后那两个人 可以说工作 在北京 好赢 韩树要给你 目前的这个岗位 这个岗位呢 可能是这个产品的 策划的文案 工作地点在上海 好的 谢谢 分化 给你的岗位是 那个策划和文案 好的 谢谢 而且呢 就是刚好我们 其实正在拍一支广告片 已经昨天 刚跟那个广告公司洽谈的 还正在跟进当中 如果你要加入的话 可以让你一起 就是一起来负责 一起来参与这件事情 工作地点 北京 东军 非常感谢你 刚才也用通灵珠宝 做了案例 那通灵珠宝呢 是一个非常规范的 按照Foy公司 这个品牌理念 来打造品牌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 其实在这个 在非你莫属 这个舞台上 从来都没有给过别人 就是叫品牌妈妈 因为我们每一个品牌 通灵珠宝 是我们总的品牌 是我们公司的母品牌 那么下面 针对每一个细分人群 我们都会有一个子品牌 那我给你的这个子品牌呢 就是国理系列 那你就是这个国理系列的品牌妈妈 是相当于品牌经理 这样一个 对对对 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南京 好的 谢谢 三主 广告的那个客户之行 就是你要做的AE 然后呢 地点是在昆明 好的 谢谢 好 欢迎 优漫集团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们策划部的策划专员 那之后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 向广告创意方面发展 这也是你感兴趣的 好 小松 考虑一下走过去 灭掉其中四盏灯 去吧 你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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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小松又是一个 大学所学的专业 和现在所从事的方向 完全不一样的孩子 但是他的整场表现证明了 只要是积累足够 就是有机会的 好 我们谢谢被王小松灭灯的 几位老板 我们接下来请沈东军增花 谈钱不传感情 请两位写好准备给小松的工资 岗位和地点都听清楚了吧 听说 在这两位写好准备给你的工资之前 突雷 这小伙是一个特有定见的人 对 他特有定见 东军请揭晓 曾花请揭晓 那个小松这边呢 现在是这样子 反正来斯凯勒是主品牌 他那边的话 他说了是副品牌 是吧 主品牌 副品牌 投入的是不一样 纸品牌吗 对 我这边是主品牌 我们全力以赴 大家一起来 然后把斯凯勒给打造出来 这是第一个 我要跟你说的 第二个就是 还有斯凯勒呢 是提供住宿的 因为我其实我也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它是有 至少 至少 那这里面我提醒你一下 其实我们虽然是 让你负责一个子品牌 那 但是我们的工作团队 是在一块的 而且当一个企业 把每一个子品牌 都做得非常优秀的时候 都非常关注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明 这个品牌 这个公司的品牌 是多么的有影响力 小松已经很肚定地 冲我点了点头了 你们两位说什么也没用了 15秒钟 斯凯勒户外 或者通灵珠宝 或者谢谢再见 请准备 刷吧 现在撕开了 去吧